大家好,我是斗六家商许静颖学老师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想要在课堂的教材之外呢 也想要介绍给学生相关的英语理语或英语用语 除了可以帮助学生在写作或者是口说当中 使用更生活化或更道地的英语用法之外呢 也能够透过教导英语理语 让学生了解英语文背后的文化呢 别担心Core English有一个专区可以符合您的需求哦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Core English的首页 请点选课程专区 老师如果是普高就点普高 技术型高中就点选季高 它的入口是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到听力的专区 请点选听力 那老师进来之后呢下面会有很多个专区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鲤语大集合 所以请按进鲤语大集合 好进来之后呢您会看到这个本专区的内容都是选字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 它是一个美国官方所成立的国际广播电台 我们是选字这个English in a minute 顾名思义呢 它就是透过一分钟的短片 介绍有趣的英文语语以及用法 好那老师如果往下看的话 您可以看到总共有三区 原来这句英语这样说 跟你想的不一样 以及这句学起来就对了 那您如果点进去的话呢 每一区里面都有好几十个 关于这个英语语语的介绍 好那这三区的资源加起来 总共会有100个英文语语的短片 可以供老师使用哦 那接下来呢 请让我用其中一个小短片 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区的资源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呢 好那我们以这个drop the bow为例 那如果点进来之后呢 老师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是中文字幕的 再往下会有一个是英文字幕的 那老师就可以按照您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呢 来做挑选 但是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字幕呢 都可以在这个影片这边点选播放速度 都是可以调整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影片它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呢 所以首先呢它会用短短的大概十几秒的时间跟你说 Drop the ball 那这个ball呢它其实背后是有所谓的文化的意涵的 What's wrong? You look upset I really dropped the ball I forgot my great aunt was coming to town And I was supposed to pick her up at the airport And you didn't What happened? She took a taxi But she is never going to let me forget this In a sport like OK 接着呢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生活情境的对话 那是有两个外师呢 他们会透过一个情境来带出说 在什么样的状况您可以使用这一个Drop the ball Baseball Dropping the ball instead of catching it can lead to poor results As an idiom To drop the ball means to fail to do something that was your responsibility It can also mean to make a mistak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好然后最后呢一样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解释这一个礼语的意涵哦 好那接着呢就由我来跟老师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呢这个专区呢可以如何运用在教学 那以下是几个这个小灵感可以供老师使用 那第一呢 其实呢我们在课堂的时间是很不足的 所以呢这个礼语大集合里面的短片 您可以直接当作是一个课外的听力素材 直接指派给学生 如果老师想要了解说如何派课的话呢 可以观看我们的这个派课影片 老师可能会想说 诶那我指派给学生 我要怎么知道学生是否完成呢 其实呢如果您把它指派为作业的话呢 您可以从这个后台这边啊 可以去看到学生的使用的时间 好以及它是否完成 那老师当然还可以搭配这个纸本的 或是电子的这个learning journal 那请学生呢看完影片之后呢可以去learning journal 然后撰写他们所学习到的这个礼语以及用法 这个learning journal呢其实呢就可以当作是他们的学习成果上传到学习历程档案 以上是第一个单单纯的当作是课外的素材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老师如果有开设这个高三的多元选修加深加广课程的话呢 其实如果是听力或口说课程老师呢不妨可以善用这礼语大集合里面的素材哦 例如您可以利用课堂的10至20分钟 那每次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挑选一到二个礼语 在课堂上播放请学生呢做笔记之后呢可以请他们两两一组 然后呢设想一个情境 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如何使用这个礼语的情境 然后接着呢可以进行一个roll play的小活动哦 好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其实老师在教单字的时候啊 这一区的资源也可以当作是补充的教材哦 假设老师今天呢你教到某一个单字 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有没有任何的礼语啊 或者是俗语呢是跟这个单字有关的 那您就可以呢到这个Core English点选这个课程搜寻 好那假设呢您今天要上的是Skeleton 这个字骷髅头Skeleton 好那您想知道说到底有没有跟他相关的 那您就可以按搜寻 搜寻的结果您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Skeleton Crew 那点进去之后发现说原来它叫固定班底 那您就可以播放这个影片给同学看 所以呢它可以当作是你平常在上课本的单字的时候 类似一个资料库让您可以搜寻 那最后一个呢就第四个教学小灵感 就是有一些老师啊他可能每天呢 会在这个课堂上分享这个每日一字 就英文单字或者是呢名言家具 那其实您可以把这个每日一字或名言家具呢 也把它换成这个每周一礼语 好您可以在每一个礼拜的课堂第一堂课的时候呢 就挑选一个跟学生当时或当周的生活比较相关的礼语 然后呢播放给同学看然后请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确保他们了解这个礼语的用法 那到这个一周的结束的最后一堂课呢 就可以请同学进行分享 分享说他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情境 让他们觉得这一句礼语真的太适合用在这个情境了 那这样子的每周一礼语的活动呢 其实呢可以培养学生对英语文俗语的兴趣之外呢 也可以作为是很好的这个班级经营的一部分哦 以上呢就是我的教学小分享 我觉得这一区的礼语大集合里面的素材呢 它的优点就是它介绍非常道地非常实用的用法 那除此之外呢它的时间都非常的短 除了解说之外呢里面也都有情境 可以培养学生啊更了解这个礼语如何使用 也可以让学生更了解它背后的文化意涵哦 所以这一区礼语大集合 推荐给各位老师 祝福各位老师教学愉快